今天我在贵宾室很不满意一件事情 一个外国人戴着耳机打电话 大声到整个贵宾室的人都不能讲话 都是要听他一个人打电话 我想你有个这样的经验 用耳机讲话的人 他就以为他的声音很小声 旁边的那些讨厌得不得了 他讲得很大声 Oh yes, that's okay 外国人又是很开朗,很爽着的 那么中国人都是很有含量 都是比较不容易入口的 所以大家静静 每一个人等着他气得要命 我就坐在他旁边 一坐在他旁边,如雷贯耳 我马上搬了去位置 他也不觉得还是那么大声 结果后来我就讲 Please, don't be too loud You talk too loud 你讲得太大声了 我就跟他脾气 是不大好在信耶稣 他就看着我 You too loud 我就这样, you too loud You are using your phone You too loud Everybody is listening to your talk 他后来就变得很小声 他也没有说对不起 因为不然就 就变得很小声 我道歉蛮可爱的 就表示有悔改的可能 很多人呢 你讲他不对的 他更大声 表示你要做什么 你不能威胁我的存在 所以这方面 我是感觉到他很可爱 等到他一变得很小声 讲话的时候 我就内疚很深了 为什么刚才我不要说 Please be Soft 为什么我说 有徒劳 我不爱他 他还顺从我 爱顺直到他主动的 因为他一主动了以后 我就内疚了 所以我告诉你 很多时候 人与人的关系怎么改 就是对人太坏的时候 你会变成常常自责 而如果人对你好 你会感觉到很对不起他 你越感到对不起他 你以后对他就会更好 这个叫做什么 对不起的文化 感到不好意思的文化 一个懂得不好意思的人 是比较有文化的人 所以礼仪廉耻的词字 这个字呢 是非常重要的